這個秘書長林錫耀 就有特別提到 中天新聞換照的問題 他特別說 6年前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勉強通過 既然當時外審沒過 為何還讓他過 但是因為林錫耀他的說法 他有一些政治的意涵 為什麼 他其實他的背景很特別 我們來介紹一下 他背景是什麼 宜蘭的新潮流系 注意是新系的 但是他卻在1999年的時候 擔任蘇貞昌的台北縣的副縣長 等於說跨了另外一個派系 當然新系跟蘇 其實是滿友好的 他是他副手 但是他其實有跨派系 另外到2010年的時候 蔡英文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他擔任的是競選總幹事 但是他沒有幫蘇貞昌 他當年的時候 蘇貞昌是選台北 他是幫蔡英文 又跨到蔡英文這邊去了 2016年的時候 當然是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那是蔡英文 希望他能夠輔佐林權 到2020的時候 那個時候 再邀請他擔任秘書長 民進黨秘書長 但2020還有一個問題 賴清德那個時候 自己新系的 要來選總統 但是他還是選擇 跟蔡英文站在一起 代表林希要怎麼樣 他跨了蔡英文 新系跟蘇系等等 想問一下我們的 維昌哥 你怎麼看 他講話就被講說 有一些政治上的指標在 其實當然現在民進黨 很多人都在釋出就是 官很合理 就是官台不意外 不官才奇怪 那規規紀錄很多 而且早是當前之後有什麼意見 不過剛剛菁哥在講說 我很注意聽聽 因為菁哥的看法 他有獨到的見解 他覺得 最後終究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他認為 小英總統是有智慧的 但是我知道政治上 有很多的不同的 大家的不同的見解跟看法 我昨天也跟大家講了 你當然可以支持這個頻道 或不支持這個頻道 你的方法就是看他或不看他 對不對 台灣是民主國家 政治人物也是一樣 我今天支持民進黨 我就投給民進黨 我20年前投給民進黨 我現在還在投給民進黨 就是支持民進黨 因為遙控制他所中的 就是這樣 你就沒有投給民進黨 以外的任務 就代表說你做出選擇了 不就也是這樣嗎 還是說我們也可以 做出一個選擇之後 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有一些人 他被齒頭攻權 他就不能成為候選人 你要講出他為什麼 要被齒頭攻權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台灣的民眾其實也在看 我相信不喜歡看這個電視台 不喜歡看那個媒體 大家各自都有自己喜歡 跟不喜歡的 可是就是因為台灣 有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媒體的觀點跟角度 才構成我們台灣是一個 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 它的元素所在 至於政治的背後 其實這都可以做一些分析 新蘇聯當然它是一個合作狀態 或許真的有一些壓力 又或者是有一些 所謂的利益團體 他們希望這個台如果控出來之後 會有其他的台 能夠取代這個頻道 但是那個是更複雜的 背後的這些所謂的考量 但是這不應該是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的考量說誰要來 那個人夠不夠力 他是誰的人 這確實是務實的一個議題 但是站在一個新聞媒體 言論自由的前提之下 這東西其實並不重要 如果你今天可以合理的去面對 每一項的評比 就會知道說我剛剛所說的 現在的中天的這個 換照的過程 之所以不利 是因為有很多的違規紀錄 而違規紀錄的累積當中 有許許多多 我已經舉例給大家聽了 其實是相當有針對性 而且不公平的 但這已經形成紀錄了 所以你會有點百口莫辯 到時候講說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意見 但是因為你有很多違規紀錄 可是當時做違規紀錄的時候 已經不公平了 對 今天當然我們也看到 每個人都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是 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全民都在看 到底是不是台灣 只能夠容許一種聲音 今天阿扁總統他告訴你 台灣不可以 不能再只有一種聲音 結果聯合新聞網這個裡面 有一篇文章 他寫到 陳水平的言論不見容於民進黨 就像是何志偉在中常會發言 要求對美豬做總量管制 蔡主席是冷言以對 而且還有黨內的同志 直接就說 死小孩 難道阿扁現在也變成了 民進黨人眼中的死小孩了嗎 說了不重聽的話 所以就扣上了一個這樣的 大大的帽子 是這樣嗎 來 林志偉 這個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 如果後續他的行政程序 有瑕疵的話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大的反彈 但是我必須要講 民進黨規劃這件事情 就是中天新聞台換照的時候 要給他卡關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情 已經運量至少兩年了 2019年的時候 我記得蘇貞昌剛上任沒多久 之前是因為民進黨 在地方選舉敗選 那時候他們怎麼樣 逼NCC的主委詹庭怡走掉 他是說 鄭寶欽就說 怎麼可以任由中天狂撥韓國瑜 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謀其政就不要在那個位子上 要求把姦庭怡換掉 然後包括林進宣也說 這個是殭屍單位 如果我們自己辭政 還不能換掉這個人的話 還任由不斷的 再去報導韓國瑜的話 對我們來說選舉就有傷害 所以我應該是說 民進黨他去規劃這件事情 破天荒的要開聽證會 來去處理中天換照的問題 而且這個換照的公聽會 對外還是不對外公開的 今天民進黨最近他有兩件事情 不特別是這樣的會議不公開 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一個是萊豬當時 他們在食安委員會的諮詢會議 他沒有公開 講完他說 那你把資料提供給我 你不用給我人民 我覺得這個 攸關於全國人民健康的事情 每一個委員 你背後到底贊成還不贊成 我們當然要知道 NCC它是一個獨立機關 是審核媒體的機關 我們當然要知道說 他評論到底是什麼東西 最後有過沒過 誰有過 誰沒過 當然要清清楚楚 但是對不起 他就是告訴你說 對不起我們NCC是獨立機關 不公開 但是民進黨真的有把NCC 當成獨立機關嗎 民進黨這一次 一定要換掉中天新聞台 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他就是在布 接下來地方選舉 跟24年的總統大選 因為只能有一種聲音 當然新聞台你可以選擇 是因為現在民眾選擇的自由 但是如果民進黨他說 如果不聽話的媒體的話 我控制不住的話 對不起 我就給你換掉 我就給你關台 這是現在民進黨他的策略 是 好像就有一個帽子在這邊 蘇慧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言論自由跟多元價值的這個 很重要的民調高達9成多 這代表什麼 不管藍 不管綠 不管老 不管少 不管南 不管北 台灣人的骨子裡面 已經刻著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言論自由 多元民主的國家 這是我們共同相信的價值 今天這個價值的彰顯 最馬上要練你的考驗 就是今年中天的幻照 如果民進黨內 有多一點像世間大哥這樣 對新聞自由的價值 仍然相信 仍然追求的話 即便有少數人胡家胡窩 或者是背後有利益團體存在 我想最終 他們還是會走向一個 共同的價值 捍衛台灣的新聞自由 如果今年中天的幻照 順利的理性的通過以後 所有的人會對台灣 明天的民主跟明天的自由 會更有信心 所以雖然我是國民黨 世間大哥是民進黨 我們立場或許有 在這裡 未來可能會有少可能 的 也沒有 我們會等到 我們會在這裡 來吧 我們會不會 從神話 來吧 尊重